第692章就是比你强 朝霞光的作用 在许清原因修为时就已经展现出了锋芒 可刷重法 而后在世子与明媒公主的指点下 许清进一步感悟出你万数之能 直至他突破原因踏入灵藏 第一座秘藏的行程 朝霞光在内画出万物山河 如今 其模拟幻化之力 已到了一个相当不俗的程度 此刻随着在许清四周闪耀 七盏优火灯 竟一一形成 一样是鬼脸 一样是燃烧 虽看起来还是有些模糊 与主宰第四子所展现的存在一些差距 但每一展的出现 也都给许清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加持 他的气息在轰鸣中 持续上涨 连续七次之后 他整个人汇聚了排山倒海之势 站在天地之间 闭目如同天地之神 其背后霞光闪耀 七盏优火灯如同灯笼一般 在他四周游走环绕 诡异森然 再配合其俊朗的容颜 飘逸的长发 这一刻的许清 与那主宰第四子比较 仿佛他才是主宰之子 那种气吞山河之意 使苍穹色变 大风呼啸 下一瞬 七盏优火灯全部出现后 许清双目开合 冷冷地看向主宰第四子 不敬之法 首先爆发 一直自起 独到蔓延 神骤降临 而这 知识影子 是为了让这七灯 优火咒威力更完善 紧接着七盏灯火摇晃起来 火焰内出现了主宰第四子的身影 这一幕落入主宰第四子目中 他心中不由大浪翻腾 目中带着无法置信 脑海似有雷霆 轰隆隆地落下 他无法不震惊 自己的法术 居然被对方请客间模拟出来 这样的神通 这样的悟性 他从未见过 但此刻他来不及多想 双手掐绝尖一个个格子在其四周幻化 全力阻挡的同时 身体也在急速后退 可还是晚了 请客间 许清目中杀机一闪 他四周朝霞光内模拟出的七盏灯火 此刻瞬间熄灭三盏 主宰第四子浑身一震 身体外的格子四分五裂 露出真身 其头发枯萎 身体颤抖 喷出鲜血 许清没有迟疑 将余下的四盏忧火灯 全部熄灭 一声凄厉的惨叫 从主宰第四子口中传出 他连续喷出七八口鲜血 身体亮腔 兼一切气质荡然无存 整个人看起来不再是华府满身 而是衣衫自起屋垢如楼椅一般 被震向大地 但他没有死 这毕竟是主宰的禁忌之术 许清的昭霞光 难以将其彻底的模拟出来 此刻能展现出的只有三成罢了 可哪怕是三成 不具备必死之阻 但配合许清的毒作为影 其杀伤力也是恐怖 主宰第四子 不但身体与灵魂都遭受灯涅重创 毒镜之力也在他体内蔓延开来 腐蚀血肉 碎灭心神 使其全身黑气蔓延 死亡的气息浓郁 而许清的杀招 还没有结束 此刻趁着对方虚弱 许清目中寒韵升起 右手抬起一挥之下 顿时苍龙咆哮 升空而起 形成一道白色的光 化作一把天刀 在许清手指一落间 此刀被许清神念锁控 在天向着主宰第四子 漠然斩去 此刀运到 落下的一颗苍穹裂开 大地分离 主宰第四子面色急速变化 许清的出手如奔雷 不给他丝毫缓气的机会 生死之为瞬间于他心中生喜 危机关头 主宰第四子神情争鸣 右手抬起猛地扣在眉心上 狠狠疑惑 竟在脸上化开出了 五道血淋淋的伤痕 鲜血流淌 但却不多 而透过其脸上的伤口 可以看到其内的血肉蠕动 散出赤红之芒 这个时代 明明神灵残面还没有到来 甚至赤母也还没有成神 但这一瞬 从这主宰第四子 面孔化横下溢出的光 明显具备神灵气息 那是红月权柄之力 此刻轰轰爆发 形成一片血光 染红四方一切区域时 一片血海在内凭空出现 此 主宰第四子争鸣低吼 大手一挥 顿时血海翻腾 浮现出无数只露出眼睛的头颅 他们浸泡在血海内 鼻子以下的位置在水中看不清晰 唯有闭着的双目 给人一种恐怖之感 尤其是数量太多 密密麻麻 触目惊心 下一瞬 他们齐齐睁眼 看向许青 红月诅咒 瞬息而起 天刀一阵 成了血刃 与血海以及那无数的目光碰触 在半空传出碰撞之声 许青身后的朝霞光 也在这一刻被血光所染 西彩成了毒色 这一幕 若坏了其他灵藏 必定无法抵抗 毕竟那是权柄之力 但对许青而言 他看着身处血光内的主宰第四子 心底生起一种无比奇异之感 他会的 我都会 这个思绪 在许青脑海一闪而过后 他向前走出一步 这一步落下 大量的鲜血从其身上流淌出来 汇聚在四周 在脚下 越来越多 眨眼间就掀起波涛 形成了与主宰第四子一样的鲜海 席卷虚无 向着主宰第四子的鲜海 狠狠撞去 轰隆之声 震耳欲聋 远远看去 天地间两片同源的鲜海 彼此撞击在一起 浪涛轰鸣 彼此权柄对抗 诅咒对抗 更是出现了交融之意 而在血海上 许青一身青色长袍 屹立如凡 其前方不远处 主宰第四子虽也屹立在血海上 可其面色急速变幻 目中露出阴沉 他的红月权柄之力 无法继续展现出来 不过其杀意没有减少 此刻右手抬起 向着苍穹一指 天位刀 他话语一出 苍穹震动 出现无数碎裂 有那么一大片落下 形成长刀 即使惊人 地位台 大地摇晃 泥土从八方起伏 堆积而来 形成了一座巨大的展台 邦驳无尽 日月未连 日月星辰 幻化在天地之间 连接天刀与展台 使得这一方界 出现了 展神台 主宰里自画的神通 显然将其学到的 不仅仅是老九 还有这位主宰第四子 他竟不知何时 掌握此神通 此刻他全身煞其惊人 地吼之中 展神之刀 骤然落下 许青抬头凝望 展神之刀 神色更为奇异的同时 一个光阴瓶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此瓶打开 释放光阴 鬼地山瞬间降临 画展台 兵一三二 气韵成刀槽 天道苍龙咆哮 在天画刀身 神祖独径汇聚未刀刃 朝霞光闪耀行刀芒 金乌飞舞未连 紫月未应 日鬼命灯驱使 许青的展神台 一样浮现在了天地之间 两个巨大的展神台 在这一刻 相互一展 轰 对展之力盘天际地 所过之处天崩地裂 更有咔嚓之声 刺耳传出 主宰第四子的 斩神台之刀 竟在这一瞬 直接碎裂 化作两半岛圈 在天地之间崩塌 至于许青的展神台 也是强烈阵战 急速消散 可终究保持了完整 许青身体退后几步 面色升起红韵 嘴角溢出鲜血 但很快恢复过来 二人此神通 许青胜之 主宰第四子面色苍白 喷出大口鲜血 死死地盯着许青 心中翻腾大浪 我会的 他都会 他的心中 此刻生其与许青方才一样的思绪 那么 密藏呢 主宰第四子目中在生战役 掐绝尖背后轰隆 一座巨大的密藏 直接降临下来 落在血海上 其密藏内竟也具备了世界之感 但却没有天 而是九幽一般的大地 地面似曾经被鲜血浸泡 所以泥土一片赤红 且越是中心位置就越鲜艳 四周颜色渐淡 而更外围则弥漫白色的火 正熊熊燃烧 树不清的身影 被埋葬在血色大地 以及置身白色湖海内 发出痛苦的凄厉哀嚎 这些哀嚎之声 似乎是在取悦着某个存在 整个密藏透着阴森 如同地狱 此刻出现后 向着许清拿里笼罩 要对其镇压 眼看这地狱般的密藏临近 许清面无表情 右手抬其猛地一挥 身体外轰轰之声震耳欲聋 他的密藏 一样显露出来 其内金乌未日 紫月未月 无尽化天目云雾 鬼地山成大地 光阴似水 天道化规则 朝霞万物 丁一三二眼众生 日轨时间流动 日月交替风云变幻 出现的一瞬 与主宰第四字的密藏 瞬间重叠在了一起 彼此之间展开了规则 与法则之争 相互取代 两座重叠的密藏 剧烈震动 各自影响 其内日月星辰幻化 风雨雷霆转换 更有双方天道之后 不断地传出 这种密藏重叠之战 极为凶险 一旦失败就是生死 而此刻也是他们双方之战的最后关头 但许清这些年的底蕴 终究占据了优势 渐渐他密藏的天取代了主宰第四字的苍穹 而主宰第四字的邪徒 也试图将许清密藏的大地笼罩 可还是慢了一些 规则碰撞之下 主宰第四字的密藏出现了坍塌的征兆 其内天道之后蕴含了不甘 正被影响 其地狱出现了许清的日月之光 汪芒所过之处 一切都被童话被吞噬 主宰第四字的密藏大地 顿时崩塌 但也正是在这相互融合吞噬的一刻 许清的感知里 他真正地看清了主宰第四子密藏大地的模样 此密藏大地 非同寻常 中心的赤红好似瞳孔 四周渐变直至白色的火 如同眼白 这大地 竟是一只巨大的眼睛 而这眼睛 许清在看清了一刻 他立刻就感受到了熟悉 那是赤母的眼 第693章 我的过去 你的 许清记忆里赤母的雕像 是双手捂着双眼 血流长河 即便是当初对方在仙境之地内展现出的本体 也是没有眼睛的 直至今日 在这主宰第四子的密藏内 许清看着那只巨大的眼睛 感受着其内浓郁的赤母气息 心中的波澜不断起伏 他想到了那首四娃娃丢了的童谣 想起了世子所说关于其四弟成为赤母神子之事 甚至他想到了展神台的远古画面里 李自画看见赤母时说的第一句话 你的歌声很难听 惊扰了我四儿的梦 一切的一切 在这一刻似乎有了一些历史的印证 或许当年赤母的歌声不仅仅惊扰了李自画四字的梦 还在那梦中埋下了一颗眼睛 或许也正是这颗眼睛使得没成神前的赤母在被斩杀后 有了复活的可能 或许李自画也是知晓这些 但不知为何 他没有告知任何人 也没有去阻止 或许 这就是李自画在成神后直至熄灭神火前出生的第四子 最终成为神子的原因 纪约大狱 养着赤母的食物 是赤母的灵幼 而主宰第四子 一样是赤母的灵幼 养着他的一眉眼睛 这一系列猜测出的答案 尽管他不知晓最终是真是假 可从逻辑去看 一切都是合理的 而这种合理 也给了许清更深的震动 直至 这片密葬的世界 在他的感知中模糊 崩溃 消散 他的密藏 彻底镇压了主宰第四子的天 灭去了所有 一切在这扭曲里 被外界呼啸而来的时光长和横扫 冲得支离破碎 最终 赤母的眼也没有爆发出属于赤母之力 这一点许清不意外 因为这个时期的赤母之眼 是没有成神前 他更像是一个投影 一个还没成熟的因果 想必在外界神子的体内 那颗眼睛已经成熟了 其他人也应该有所察觉 时光长和中 许清南南 身体被卷来的浪涛烟没 消失在了时光长和内 在这条大河的带动下 渐渐远去 直至离开了这段时光 出现在了外界属于 他那的时代的岛屿之上 当其身影显露的一刻 苍穹雷霆轰鸣 熟悉的调侃之声 从他身后传来 小阿清 你这速度有点慢啊 许清转头 看向身后坐在时光浪涛上 正把玩九颗苏小如珠子般的人造太阳 似笑非笑的队长 这些老爷爷老奶奶 有点瞧不上我呢 给我安排的时代 是主宰第四子突破 惊丹踏入原因的一刻 我只是抬抬手指头 就把那嚣张的小屁孩灭了 顺便还解开了一道封印 队长得意 身体内气势爆发 一座漆黑的密藏 在他身后若隐若现 对于大师兄修卫的突破 许清没意外 实际上之前他们二人 或逆月店馈赠反补之时 许清就看出队长是 故意没去提升修位 大师兄 你是有意要去主宰第四子 原因岁月的吧 许清忽然开口 队长闻言笑了笑 正要说话 可就在这时 四周浪花翻腾 深雀子的身影 从一片浪花里走出 直至到了外界后 他身体开始枯萎 肉眼可见的正在消散 我去的那的时代 主宰第四子已被我斩杀 而我的使命也已完成 这具分身 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 接下来 就拜托你们了 神阙子的这具分身 从始至终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即便是如今处于消散之中 也是这样 这是他留下这具分身的代价 也是他的执念与使命 他是上一任逆月店之主 可他最终无法带领那的时代的人们成功解脱 这不甘于遗憾 塑造了这具分身 而今天 他的遗憾虽还在 但已尽力了 于是他平静地开口 最终望着这片世界 轻叹一声 闭上了眼 风一吹 他的身躯渐渐模糊 直至成为飞灰 消失在了天地之中 唯有那叹息 还在回荡 举轻低头 默默一拜 对长凝望这一幕 没有多说 一样去拜 很快 浪花再次翻腾起来 吴奶奶的身影从内走出 他步伐亮呛 走来时喷出一大口鲜血 样子更为老迈 注意到许清二人后 他目录欣慰 微微点头 接着没时间多说 他盘膝坐下 阵阵白色的光点从其身上散开 融入长河内 他在牺牲自己的生机 去为他的哥哥姐姐加持 随着白色光点的融入 河水的翻腾更为剧烈 浪涛一波波起伏间 老八出现了 他的下半身已经没有了 大量的光点汇聚在哪里 似要为他修复 此刻只有上半身从河水内爬出的他 吐了一口浓潭 咧嘴一笑 以前我就看老四不顺眼 早就想好好揍他一顿 这一次过瘾 说着 他大手一挥 顿时汇聚在下半身 修复身躯的光点 被他直接打伞 涌向五公主哪里 你就那么点受缘了 别浪费在我身上 我自己可以 五公主看了老八一眼 没有拒绝 二牛 看见你八爷爷这样 还不来扶我一把 老八目光一扫 落在队长身上 哈哈一笑 队长笑嘻嘻的赶紧跑了过去 一把扶住八爷爷 赞叹地传出话语 八爷爷勇武非凡 本以为世间只有我才具备 这种果断与气魄 没想到这天地忠敬 还有八爷爷这般英雄人物 老八傲然 刚要说点什么 时光长河轰鸣 世子与名为公主的身影相继走出 最后出现的是老九 他的出现 气势惊人 只见一把利刃从河水内飞舞而出 刃上还有金色的鲜血 他去的时代 是九人里神子最强之时 以斩 老九面无表情 低沉开口 世子与名为公主文言 松了口气 他们也一样成功 如今众人基本全部出现 但终究还是有一个人 没有出来 李萧珊 他已陨落 但他成功了 名为公主凝望长河 轻声开口后右手抬起一挥 顿时这蔓延天地的时光长河 飞速地消散 被淹没在内的主宰雕像 渐渐显露出来 其头顶 跪着一道身影 随着河水的持续消散 淹没在大地的红月修士与逆月之修 也都逐渐睁开双眼 先是茫然 而后骇然 猛地看向天空许轻众人 以及主宰雕像头顶的身影 那是神子的本体 他争鸣的外表 恐怖的身躯 与之前没有什么区别 唯独其气息不稳 此刻身体微微移动 睁开了双眼 其目中有金色的火焰在燃烧 凝望天幕 天幕上 世子等人目光落下 与其对望 许清和队长退后几步 这场战斗到了这个时候 已是尾声 若这一世的成功依旧无法阻挡神子的成神 那么接下来的一切 也将没有任何意义 许久 神子慢慢地站起身 沙哑的声音 带着一抹烟熏之感 回荡天地 我们的父亲 他在别人眼中是主宰 是守护一方的天 对古皇境中 对众生怜悯 可实际上 他是一个矛盾的人 也是一个冷酷的人 天幕上 世子摇头 那是你不了解我们的父亲 神子沉默 半晌后望着世子 轻声开口 世子哥哥 你眼中的父亲 和我眼中的不一样啊 你出生第一眼目中的他是主宰 我出生第一眼目中的他是神灵 世子开口想要说些什么 但最终却无言以对 名为公主目中寒芒一闪 淡淡开口 这不是你选择背叛以及荼毒血清的理由 神子转头 目光落在名媒公主身上 又看向五公主以及老八 最终望向老九 三姐 五妹 八弟 九弟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众人皆罪你独醒 以及众人皆行你独罪 哪一个更悲哀呢 这句话没有答案 说完的一刻 神子自嘲一笑 金色的火焰从他目中蔓延 焚烧在了脸上 流淌在了身上 熊熊燃烧 渐渐惊天动地 火焰燃及大地 火光映透苍穹 神圣之感 在这一刻 无比强烈 那是神火 但此火的点燃 并非让神子完成了仪式 而是反噬 在这自然中 他的目光从世子等人身上挪开 看向了队长 其目中有一抹深意 队长与其对望 神色露出一抹疯狂 右手忽然抬起 其手中把玩的九个人造太阳 此刻瞬间飞出直奔神子 在其四周环绕 一缕缕金色的神火 竟从神子身上 飞入这九个太阳内 这一幕 让世子等人神色一宁 而那九个人造太阳 也在这神火的融入下 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成为了金色 小阿清 这才是你大师兄我来 祭月大狱后 立刻就搜集人造太阳的原因 吸收了神火后 你看这九个太阳 有没有几分像树光之阳 九个苏小版的树光之阳 是给赤母的大理 哄死那的老娘们 队长蕴含疯狂之意的声音 回荡八方 许青没有意外 他此刻的注意力 不在那九个太阳上 而是在神子那里 因为如今正燃烧 全身飞速消散的神子 他最后的一眼 看向的是许青 一切 都是因你的出现 成为了源头 你我之间 太多相似 这真的是巧合吗 会不会我的过去 就是你的未来呢 神子轻声喃喃 身体被金色火焰笼罩 渐渐消散在了其父亲雕像的头顶 天地动荡 大风呼啸 云雾翻腾 远远地 红月星辰在天边越来越大 其四周散出的红韵形成雪光 组成了赤母碧墓地面孔 笼罩苍穹 神 来了 第六百九十四章 古月宁言 天空 下起了雨 此雨如泪 也如血 但色泽并非红 而是金 金色的泪 金色的血 在这一刻从天而降 弥漫在整个季月大域上 但 它不是真实的 虚幻的雨 似乎也沾染了时光长河的气息 所以看似洒落 可实际上 它或许是落在了远古 也或许是落在了未来 这也是神灵的特异性所导致 对于神灵这种存在 万古大陆很少有人能真正将其本质道出 这种超越了现今层次的生命体 其本身就具备了无法言明的特征 虽神子突破失败 可在某一个瞬间 它其实已经具备了神灵的特性 于是它的死亡 自然有这种神灵血雨流淌 更有一股浓浓的悲伤意境 在这血雨里蔓延进入每一个生命的心中 化作了一句话 众人皆罪我独醒 与众人皆行我独罪 哪一个更悲哀呢 许清沉默 她的脑海 回荡的不仅仅是这个声音 还有神子死亡前对其说的最后一句话语 我的过去 会不会是你的未来 这句话烙印在许清的心中 弥漫在灵魂内 直至半少 许清抬起头 遥望苍穹的红月星辰 从这里去看 红月星辰就是一颗赤色的巨大陨石 占据了半个天空 使整个世界都成为红色 更有一股巨大的压迫感 随着它的到来 笼罩天地 就连虚幻的血雨 也都因这红月星辰的到来 逐渐的模糊 一时之间 苍穹出现凹陷 天道不得不避退 一切规则法则 随着红月星辰的出现 都分崩离析 不复存在 大帝也是如此 潮汐反应到了极致 山体坍塌 地面碎裂 江河逆流 如同末日降临 来得比预料 要快了一些 最多三天 他会出现在这里 队长站在许清身边 看着红月星辰 舔了舔嘴唇 随后抬手召回九个人造太阳 一边在手中把玩 一边低沉开口 至于那主宰第四子死亡前 和你说的话语 小师弟 没必要去理会 你要知道有些人死亡前 总是喜欢说些故弄玄虚的话语 来让世人记住 这个习惯其实蛮好的 我以后也准备这样 台词我都想好了 我未来死亡的时候 我会说 当天空神灵残面再次睁眼的时候 我还会回来 见我的小师弟 怎么样 这句话帅不帅 是不是完美地体现了我们的情谊 哈哈 是不是也会让听到的人无限联想 说不定还会认为老子就是神灵残面呢 队长冲着许青眨了眨眼 我也帮你想好了一句 你以后若挂了 记得临死前一定要用低沉的声音说 我大师兄降临的第十一年 我会归来 许青看了队长一眼 大师兄 我谢谢你哦 哈哈 不客气 咱俩之间谁和谁啊 队长眉飞色舞 得意地笑了起来 那么 大师兄你去的那段神子的岁月 有什么 许青将之前想问的话语 在此刻问了出来 队长文言脸上笑容依旧 唯独目中多了一些意味深长之感 轻声传出话语 李字化 是在其四子元英第三节前 斩去的自身神火 许青若有所思 也就是说 你去的那个时代 李字化 还是神灵 队长点了点头 许青看了队长一眼 没再多问 而此刻 随着神子的死亡 来自四周的逆月之修 一个个神情前所未有的振奋 即便是红月星辰到来 可今日之事 在整个季月大域的历史上 是从未出现过的 红月神殿 覆灭 其殿皇被封印 神子陨落 这一切的一切 都代表了希望 而相比于逆月之修 那些红月修士则是呼吸急促 心中升起无尽翻腾 红月 抬头可见 但对于他们而言 死亡一样随时会降临 因为失去了 殿皇与神子后 在红月星辰来到这里的 这三天空之旗 天空上的世子等人 他们的存在于 纪月大域内 是巅峰 一眼可觉生死 此刻天幕上 世子凝望红月星辰 神色凝重 其旁名媒公主以及五公主 还有老八 也都这般 唯有老九 面无表情 冷冷地看着红月星辰 一抹杀意 在他身上生疼 我们只有三天 世子目光从红月星辰上收回 看向许清和队长 现在已经是关键时刻 不管你们是否真的有 师尊布置了一切 我只想问一句 你们真的有办法 复活我父王 世子话语一出 其旁兄弟姐妹 都看向队长与许清 队长闻言 抬头望着世子等人 傲然开口 老爷爷老奶奶们 放心就是 我陈二牛从不吹牛 说能复活就一定可以复活 不过需要老爷爷老奶奶们 配合一下 比如施施法 放放写什么的 这句话 队长说的斩钉截铁 没有半点犹豫 可世子等人沉吟后 还是选择看向许清 他们对于陈二牛的话语 本能是不信任的 但许清这里与他们的关系不同 属于是他们半个弟子 所以他的言辞是不一样的 眼看这般 队长有点尴尬 于是眼巴巴地望着许清 他心里也明白 想要让世子等人配合 自己说一百句 不如许清去说一句 许清没有迟疑 凝望世子等人 恭敬开口 前辈 我师兄说可以 我相信一定可以 世子沉默 半赏后点了点头 这三天的时间 我们会全力配合 若最终无法做到 许清 老夫送你离开 季月大狱 这里的事情 等你以后有了 可以解决的能力 再来处理 至于你 就留下吧 世子扫了队长一眼 淡淡开口 这种区别的对待 让二牛很是无奈 但他也知晓 自己给人的感觉 太过诚实 而诚实的极致 往往别人会以为 自己不靠谱 哎 诚实也不是我的错 是我的优点啊 队长心底不愤 可脸上却露出讨好之意 连忙传出话语 老爷爷 我也想在这里陪你们 可我真的能让主宰复活 复活的过程 需借助我小师弟的帮助 以及我的诸多准备 缺宜不可 而这第一步 需要的就是我小师弟的特殊 小师弟 我需要你的降阻单 来进行一场对整个 季月大御众生的洗涤 从而降低他们的诅咒 至少也要降低三成 想要做到这一点 你需要什么 队长看向许青 许青想了想 低沉开口 我需要他们体内的红月之力 许青一指下方红月修饰 此地红月修饰 全部色变 我需要他们体内的红月之力 以此位要引 以逆月电气灵之地位单炉 许青说完 队长立刻看向狮子 狮子等人没有任何迟疑 他们各自抬手 向着下方大地全力一按 五个运神的威压轰然降临 笼罩大地一切红月修饰 轰鸣之声回荡 大地震战间 这里的红月修饰发出七粒之音 身体战斗 纷纷崩溃溃 无论什么修位 在面对五个运神时 都没有了抵抗之力 他们碎裂的身体被挤出鲜血 形成一片血海生空 直奔许青而去 红月修饰里的强者 如血位以及那三个古老的红月修饰 他们也知识比旁人多坚持了一会 终究难逃浩劫 很快四分五裂 身体的一切都化作了鲜血 融入血海 这一幕 好似人间地狱 但没有任何人会生起同情之意 许青神色平静 感受四周血海内浓郁的红月之力 他右手抬起虚空一指 顿时逆月静在他上方出现 闪耀之间 当日在逆月静气灵之地的一幕 出现在了现实之中 许青 开始炼智 可也有区别 这一次不是炼丹 而是炼一场雨 一场借助逆月静之力 融入众生心神的节奏之雨 很快 四周的血液沸腾 在许青的炼智下 其内的一切被改变 最终许青更是号令此地一切血兽 引动他们的鲜血融入 最终配合自己的红月拳柄 传出低沉之声 将祖 他的话语 仿佛言出法随 回荡的一颗四周血海炸裂轰鸣 直奔逆月静而去 被逆月静吸收后 一场血色的风暴 出现在了季月大雨残存的众生心神之内 瞬息间 众生震战 无论什么族 无论什么修位 此刻这片大雨所有人 他们体内的诅咒 好似寒冰遇到了废水 开始消融 接下来 是第二步 世子老爷爷 复苏主宰 需要你们的血脉位影 将你们的蕴神之血 融入主宰雕像内 复苏其血肉 队长猛地抬头 看向世子等人 世子与兄弟姐妹相互对望 随后各自闭幕 眉心纷纷裂开 一滴滴蕴含了他们生命 以及修位的血液飞出 融入主宰雕像 持续不断 然后是第三步 集合众生被降低诅咒后 更为纯净的愿力 汇聚主宰雕像内 召唤主宰苏醒 队长身体升空 披头散发 目中露出癫狂 大喊一声 其声音传入逆月境内 回荡在众生脑海 很快 一个个光点从大地飞起 从八方穿梭虚无而来 出现在了此地后 直奔主宰雕像体内 一一没入后 竹崽雕像 在这无数年来 第一次 震动了 大量的尘埃散落 地动山摇 可也只是如此而已 竹崽雕像震动了一下 就平静下来 并未苏醒 世子等人的鲜血 还在输送 眼看这般 扫向队长 队长毫不慌张 反倒目中疯狂更浓 向着逆月境大吼一声 小阿清 帮我把宁言和吴剑乌弄来 许清点头 立刻掐绝 顿时逆月境闪耀 远在苦生山脉小药铺的宁言和吴剑乌 他们两个的身影 被这件预保强行传送到来 出现的一刻 二人脸上还带着茫然 看清四周一气后 宁言吸气 吴剑乌失声惊呼 不知爷爷在头顶 谁人震惊下雷霆 队长眼睛一瞪 大吼一声 吴剑乌 将你那些宠物都喊出来 他们的血脉来自主宰之友 让他们跪拜 一同召唤 宁言 我知道你血脉来自黄都大狱 你爹是当今人黄吧 你的姓不是宁 是古月 去给我跪拜雕像 以你古皇不知多少代的血脉后人的身份膜拜 召唤主宰 吴剑乌愣了一下 没有迟疑立刻召唤 但宁言哪里 文言神色大变 惊疑不定 许清冷眼看去 还不照做 宁言一缩头 他怕队长 更怕许清 于是本能露出讨好之意 连忙点头 明白 我这就去跪 第695章 我背后也有人 季月大狱 红月岛屿 这里天地轰鸣 风起云涌 一切的源头 正是那顶天立地的主宰雕像 这被强行跪拜在哪里的雕像 此刻剧烈地震战起来 大量的尘埃以及落石 从雕像上散开 一道道裂缝 于雕像身躯上急速形成 蔓延全身 与此同时 来自八方的众生愿力所化白色光点 也正持续地涌来 不断地融入主宰理字化的雕像内 复苏其血肉 使雕像的阵战 越发强烈 在雕像的四周 世子等人盘膝在半空 各自眉心的裂缝内 都有鲜血一滴滴地飞出 这些蕴含了同源之力的鲜血 落在他们父王的雕像上 渐渐复苏其心神 但显然 复苏主宰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此刻随着许清语队长的话语 宁言表情带着讨好 更不知叫得在脑海浮现出自己父皇身边的太监 于是本能露出一样的表情 可他的心底 却是无比悲愤 老子是皇子 你们这些人 太过分了 许老大哪里还好一些 他毕竟不知道我的身份 以前还救过我的命 对我很好 可那的该死的杀千刀的尘二牛 他居然早就知道我的真正身份 可他竟然还敢这么对我 你给我等着 等我回到皇都大狱后 我一定让你看看身位皇子的威严 宁言心底翻腾之时 队长那边眼睛眯起 皮笑肉不笑地传出阴冷的话语 怎么小宁宁 我感觉你好像在心底骂我 宁言一个嘟索 连忙铲卫弯腰 飞速摇头 怎么可能 二牛师兄 你对我恩仲如山 别说是让我贵了 就算是让我抛头颅 我都二话不说 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 就是被师兄你轮起来的时候啊 那种飞翔的感觉 无比美好 宁言原本不擅长拍马屁 可来到了季月大狱后 他的一切都逐渐地被改变了 许清看了宁言一眼 脑海不由地浮现出 当年在太初黎幽柱第一次见到对方时 那倔强的样子 此刻这倔强 早已不在 至于对方的身份 许清虽之前不了解具体 可宁言血脉的特殊 以及大师兄的频繁拉拢 这一切实际上已经说明了问题 所以许清对此也是有所猜测 如今被大师兄点出 他没有太多意外 而宁言也不敢耽搁 飞速跑到主宰李自华的雕像面前 扑通一声 跪了下来 大声呼唤 前辈在上 晚辈玄幽古皇帝3915代子孙 古月宁言 寇请仙宰万安 这句话说出口的一刻 宁言脸上一切讨好的表情都消失 被宁重取代 声音也变得与以往不大一样 多了一些低沉 多了一些威严 他虽跪在哪里 可腰杆笔直 身上的气息也在修味的运转下 隐约出现了龙啸之声 明明穿着小二的衣服 但这一刻的他 显露出了非同寻常的气质 其目光坚定 尤其是他抬起手按在眉心后 随着轻轻一化 随着一滴鲜血一出 他的身后虚无 顿时翻腾 隐约间 似有一道道虚幻之身 在其背后浮现出来 每一道身影 都是穿着地袍 带着地罐 气势辉红 这一幕 让许清也都多看了几眼 队长那边眨了眨上目 没说话 至于宁言 此刻带着棒箔的气势 望着李字画雕像 缓缓开口 晚辈奉人皇之命 来祭阅大狱 协助仙宰复苏 请仙宰归来 宁言肃然 低头一败 眉心的鲜血飞出 其背后的大量帝皇之影涌入其内 飘向主宰李字画雕像 直至落在了雕像的眉心 融入进去 下一瞬 李字画的雕像轰然一阵 复苏之意在这一刻 无比强烈 那滴鲜血 蕴含了人皇的血脉 对于人族而言 至高无上 没有结束 在主宰李字画雕像越发轰动中 无见乌也不甘示弱 在一旁张开双臂 猛地挥舞 虚无万道天子寺 归来九州拟跌边 其话语回荡间 一尊尊蕴含浓郁血脉波动的凶兽 在无见乌四周飞速降临 里面有熊 有虎 有乌龟 有狗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兽 鹦鹉也在其内 密密麻麻 最终数十头 在出现后 四周虚无阵战 一层层波动扩散开来 随后这些凶兽 齐齐看向无见乌 我以我命力苍天 众子还不跪在前 无见乌傲然 致使他的那些凶兽子嗣 大部分都神色茫然 显然哪怕长久跟随无见乌 可他们对于无见乌的话语 还是有些听不太明白 无见乌不悦 扫了眼鹦鹦鹦鹦 鹦鹦抬起头 身体如衣根棍 尖叫一声 喂 喊 顿时所有凶兽 齐齐跪下 各自发出嘶吼 以他们的声音 以他们血脉之源的身份 去召唤主宰李字化 主宰李字化的雕像 再次轰鸣 裂缝更多 碎时大量的脱落下 复苏之意 冲天而起 天地色变 就连远处的红月星辰 似乎都为止一阵 之时 这股复苏似乎还差了一些 它并非稳定 时强时弱 眼看如此 队长目录齐忙 逆月殿所有人 使命 已到逆月境内 蕴含了主宰死亡前的一缕神念 这神念化作了十万妙语 此刻 众像 归位 小阿清 帮我 队长大好一生 操控逆月境 许清没有半点迟疑 立刻出手 他们两个加在一起 才可以完整操控逆月境 缺宜不可 如今同时发力 逆月境轰鸣 面向主宰雕像 一照之下 主宰里字画雕像瞬间有所改变 好似化作了一座山 更是在身体上出现了无数的漩涡 每一个漩涡内 都有一座庙宇若隐若现 此地逆月殿修士 一个个身吸口气 目中露出坚定 对于复苏主宰 他们从心底愿意 如今瞬间飞出 一个个展开回归 这一次 他们回归的不再是逆月殿的庙宇 而是回归到了主宰里字画雕像身体 漩涡的庙宇内 眨眼间 数万逆月修士消失 出现时赫然在了主宰里字画雕像体内 一个个化身神像 盘膝坐下 体内修位运转 融入主宰之内 成为了主宰里字画复苏的动力源 随着他们修位的融合 主宰里字画复苏的气息 渐渐地稳定下来 持续增长 越来越强 复苏之势 终成循环 如火焰被点燃 制药继续燃烧下去 将焚烧天地 这一刻 世子等人神情激动 他们自然看出了端倪 如今 只差最后一个环节 队长呼吸急促 抬头看向天边红月 还有两天的时间 红月星辰就会出现在此地的正上方 到了那个时候 其上散出的红月之力 将达到巅峰 这股巅峰的红月之力 以及赤母的气息 对于主宰而言 就是最大的刺激 届时 他老人家的复苏会被引爆 进而 归来 而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持续的呼唤 让主宰的意志 一直处于复苏之中 让这火焰 不会熄灭 队长说完 天空上的世子 点了点头 双目闭合 心里传出呼唤 明媒公主 以及其他兄弟姐妹 也都这般 还有纳数万逆月修士 同时在心底呼唤 不仅如此 这一刻 此地的一幕通过逆月镜 已经浮现在了 季月大御众生的脑海里 对于那些零散的 红月神殿修士而言 他们惊恐至极 但对于此刻 还活着的悲苦众生来说 这是前所未有的希望 于是 呼喊主宰的声音 在整个纪月大御内 滔天而起 主宰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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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不断 越来越强烈 弥漫 纪月大御的天地时 许清心中起伏 看着天边红月星辰 又看了眼 复苏之中的主宰 李字画雕像 他眼睛眯起 走向队长 大师兄 赤母到来后 我们的援军 够妈 我哪里还有一个帮手 你是说那的骚狐狸 队长正得意地望着自己的作品 文言看向许清 眨了眨眼 许清摇头 另一个 队长有些诧异 仔细看了看许清 又思索一番 有些纠结的低声开口 小师弟 其实够不够 我也没太大把握 你若能喊帮手过来 当然最好 我就是担心帮手多了 我们最后分配可能会少 许清沉吟 摇了摇头 分配虽重要 但弄死赤母更重要 况且 这么多人在 想来我那个帮手 也不会过于大开口 不然的话 许清看了队长一眼 队长舔了舔嘴唇 立刻开口 小师弟 还在等什么 快去请啊 许清点头 抬手从橱物袋内 取出一枚玉剪 这玉剪好似活物 拿在手里有一种油腻之感 如同血肉一般 其上散出古老的气息 蕴含神灵味格 出现的一刻 即便此地不动混乱 可他依旧还是浓郁 更透着一股霸道之感 队长目光扫过 眉毛一扬 笑了起来 许清没有迟疑 狠狠一捏 瞬间 这玉剪爆出幽光 将许清笼罩在内 许清身影 消失在了此地